关系舍然 我怕这要万一传出去 那我就丢死人了 慌什么呀 等你爹的家产到了再说 闪的 王爷 王爷 我死了 算了 你快给我张二百里 让我上天再来算了 王爷 我没连接人了 瞎段话 你瞎得真是胆大包天哪 什么人你也敢碰 哥哥也是你能干的 王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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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饶命 王爷 王爷 你给我瞎了 你给我瞎了 我 我 我现在下不去啊 王爷 王爷 王爷饶了我吧 王爷 你饶了我吧 我饶你 谁饶我呀 这次太后让哥哥陪我到青岛来 是筹谋腐弼大气 将来哥哥是要返京回宫 这样我们人俩还怎么回去 你是个胆大包天的 我非要公使到你 王爷 王爷 好 等着等着 我必须公寓的人了 王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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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呀 王爷 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 你请我愿的呀 王爷 真心 是 他说的是真的 哥哥哥哥哥哥哥你早出来说句话呀你 爹 得发说的是真的 生命已经做成熟饭了 女儿已经是他的人了 你要在这个时候张扬出去 丢的不是皇上的人吗 爹 你不是说患难见真情吗 他在这个时候要了女儿 也难为他一片真心 爹 你就成全我们 把女儿下嫁给他 成全我们吧 爹 不是 王爷 秀啊 你可是精致女业 你愿意嫁给这个青岛了 爹 此一时彼一时 反正我在宫中也待够了 从此我愿意陪着德发 做个庶民 哥哥 德发 真是胡落平阳被权欺 皇上 皇上 之所以我大清朝江山不保 全是礼崩虐坏之故 老臣破坏了朝廷的理智 颜面无光 请皇上致罪啊 皇上 皇上 皇上致罪 皇上 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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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起来吧 罪里边包住 这种事儿要是传开了 我们爷俩就回不了金城了 干脆 我们也不讲究那么多礼数了 赶紧把喜事办了 现在就办呢 是啊 我还想着 等王爷您的家产到了 咱不可以风风光光地办一回吗 要是家产到了 那全青岛不都传开了 那些宫里边的人 就会登门喝喜 到那时候 他们还能让你这个穷小子 娶哥哥呀 可是 别哭了 好 好 我马上安排 办喜事